各位好 欢迎加入十二月七号 星期四大海午后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当您看到 还记得在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各级的学校都实施线上教学 只是当疫情趋缓 恢复了实体上课之后 老师们发现不少学生 出现了明显的学习滑落 沟通上也无法去回应 较长的口语指令 老师必须放慢讲话的速度 一再重复进行解释 而这种情况 也影响孩子们的阅读力了 其实不只在台湾 国际间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例如美国 疫情之后有三成的儿童 阅读力没有达标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 正在发生当中 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 属于农业的州属 无论是在经济 教育 基础设施 或者是医疗健康 在全美国各州的排名 都是垫底的 如今这个贫穷的州 却因为阅读开始翻转 当地从2013年开始 启动了阅读教学改革 孩子上大班之前 提供全天的免费学习课程 幼儿园到国小三年级之间 还进行三次的试字检测 果真 短短十年时间 就超越全美的阅读水平 像爱戴林一样 喜欢看书的孩子 在美国也许不算少数 但在密西西比州 爱看书的孩子象征的是 学生阅读能力成长的果实 密西西比州是全美最贫穷的州之一 常被认为是穷乡僻壤的乡下 也因为贫穷市字率低 2013年之前 儿童阅读能力几乎是全美垫底 但就在十年内 密西西比州的阅读能力 出现几乎不可能的大幅进展 甚至超越全美平均分数 究竟如何做到 当它通过了读教育的承读法案 计划需要 所有三次学生 在学校的程度上 或者他们不会被四次承读 原来密西西比州做的是 从教育的源头开始 2013年州政府通过阅读计划 从幼儿园做起大班之前 提供全日免费课程 培养阅读力 大班到国小三年级的学生 每年还会进行试字测验 低于水平的学生 则是会有额外辅导 并鼓励家长参与 不只向下扎根 密西西比州 要正本清源地 还有提升教学品质 提升阅读能力 疫情过后成为 美国教育业最重视的目标之一 不只密西西比州 马里兰州则是有学校 专门为阅读障碍的学生设立 美国媒体教育周刊报导 全美阅读障碍人口 多达五分之一 专门学校也越来越多 抢救阅读大作战 目前全美超过四十个州 都有大规模筛检 或是铺筛读写障碍 主动初级就是希望能创造出更多项 密西西比州一样的阅读奇迹 大新闻总和编译 真的该好好阅读了 还记得据连上一次翻开书本 阅读是什么时候呢 今年发布的全球阅读素养报告 台湾学生排名全球第七名 总分比上一次是下滑了十五分 其实不止台湾退步 全球四十多个参与的国家当中 有将近一半的分数都下降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跟台湾一起变列第七名的北欧国家瑞典 却从今年九月开始 他们做好了超前的部署 想要进行挽救 方法是学校的返谱归真 回归传统的教科书 让学生是从拾铅笔来写字 不再依赖时下流行的数位教学 原因是瑞典政府他就意识到 孩童如果这个阅读率下滑 就是过度依赖3C产品 眼前瑞典是付诸行动了 但是台湾是不是 也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 一起来借尽瑞典经验 手握铅笔练习写字 或是专注的阅读书本 斯德哥尔摩这间小学里 看起来在平常不过的上学画面 在追求走在AI前端的瑞典 却是相当罕见 难得接触纸本 小学生们倒是很有心得 除了课堂之外 课后时间学校也严禁学生使用3C 就是希望让学生能自由跑跳 呼吸新鲜空气 这间学校之所以选择放下3C 重拾传统教科书 是因为瑞典其实从2017年 就开始在校园强化课堂上 使用平板 电脑等3C工具 但6年下来似乎适得其反 在今年公布的国际阅读素养表现上 瑞典四年级学生2021年的 平均分数是544分 比2016年的555分下降不少 为了提升学生阅读力 瑞典政府决定斥资 约新台币20亿元购买图书 未来两年每年再编列 约新台币13亿预算进行采购 但究竟该不该让人工智慧 取代教科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全球首份人工智慧教育指南中指出 一份调查450所学校的报告当中 只有不到10%的学校有配套措施 瑞典权威医学院专家呼吁 学习的重点应该回到 纸本教科书和教师的专业知识 把书本与铅笔还给孩子 因为这才是学习路上 最不可或缺的要件 大新闻综合编译 阅读好处多多 尤其有研究发现到 学龄前的孩子 如果有家长陪伴 进行亲子共读 确实可以提升孩子的阅读能力 跟口语的表达 只是这关键在于共而不是读 而且父母还要不厌其烦 毕竟童年只有一次而已 父母亲真的要好好把握住 来看看的是马来西亚的例子 吉隆坡禁止堂是相当的用心 里头特别设置了故事屋 每回到了假日 许多的父母亲都会带着孩子 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栩栩如生仿佛海洋生态 环境重现 这些大多是大爱妈妈们 利用回收物打造出来的海洋生物 这也是吉隆坡禁止堂的快乐故事屋 分成游戏区 阅读区以及故事区 很多人不知道禁止堂是一个 故事只是志工可以进来的地方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屋 可以就是爸爸妈妈 大手牵小手进来禁止堂 我们的故事屋 享受阅读 玩游戏 一点一滴汇集了大家的心血 书架是带妈妈们 一笔一笔画出海洋的感觉 指示牌是幼儿园小朋友 稚嫩的笔迹 海浪用了约一千个宝特瓶制作而成 而拱门也是经过精心设计 故事或者是阅读 或者是游戏都是跟知识 跟书有关系 所以我们让人家看到 这个拱门有书 为什么会有书 当然他们走进去 他们慢慢会了解 吉隆坡现在又多了一个好地方 要迎接大小朋友 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当然新闻刘静心 卢国冲带辉达马来西亚报道 如果想要进行亲子共读的话 相信家长都会从绘本开始入门 然而不只是孩子需要绘本 有时候大人也需要像绘本一样 惊念的故事 还有惊人的创意 带来不同的刺激跟养分 接下来的报道 我们就寄由生态绘本的作者 揭开了我们平常视而不见的世界 刘伯乐 他早期是从事儿童读物的美编 有许多儿童百科全书 在后头都印有他的名字 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了生态美术 尽管他本身没有科学背景 却是精准又细腻的画出鸟类图鉴 也展现特殊的乡土情怀 在野外找鸟呢 也可以顺便观察一下环境 什么地方有什么鸟 我们现在看到地上呢 有很多木头的碎屑 白白的 这样就可以判定 这棵树上面 五色鸟这样的作窝 因为我是美术编辑 我一定要放图 那我们要的图都是从 可以说都是盗版的 都从日本的百科全书 那边拿下来用 所以我想说我既然会画 为什么不自己画呢 人的古稀 人一古既往地浸泡在创作里 从拍鸟到画鸟 这些轻快灵动的生物 就让刘伯乐痴迷了一辈子 野鸟呢 你也不能够拿别人的照片来画 这样好像也是轻换版权 后来就想到说干脆就自己去买摄影器材 然后自己去拍照 然后回来画 它就下去蚂蚁窝那边 用翅膀去扰动那个蚂蚁窝 那蚂蚁受到惊吓以后 就会喷出乙酸 喷到乙酸在它的羽毛上面 它羽毛上面可能有寄生虫 所以那些寄生虫就被蚂蚁的乙酸给除掉了 依次狙击到珍贵的影像 让它乐在其中 被它拍下的类比鸟照片 就超过五万张 其余还有数不清的数位照片 拍照的话就是说 嘴巴很清楚 尾巴就不清楚 或者是正面清楚 这边就不清楚 所以拍照就是拍照拍照拍很多 回来找 有没有适合的 一张成功的插画 同时会用到好几张照片 靠着丰富的联想力 将不同照片 姿态各异的主角 场景编排在一起 而为了要说圆满一个故事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你不能说画这个鸟 这个鸟根本不可能是在这个植物上面 所以也要认识植物 目前统计 全台有670多种鸟类 刘伯乐一人就拍遍 国内三分之二的鸟类 在他心里 翱翔天际的精灵 并不适合农妆艳抹 所以水彩作画 永远是他的第一优先 我想要画到那个羽毛 有一点反光的那种效果 那因为没有人教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试验 像这个画坏了 我就会用水把它洗掉 就没想到洗掉的那个效果 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不用用扁毛畜生 擒容鸟类 但数十年如一日的观察 留过了察觉到 他们不但感性 也和人一样有情 你接触到多了以后 会觉得他们的感性 是非常的丰富的 你看鸟回来了 这一只它就来喂我 它现在看到没东西吃 或许鸟亲近久了 便开始心有灵犀 与山为林的工作室 每天都有教课报道 金贝灸 现在就要来要东西吃 月鸟无数的他 把作品进行筛选 最近出版权整套的自然百科 从插画到文字 都是亲自操刀 我不要说我教你什么 你看就好了 一个小朋友这样看 他有他的想法 另外一个小朋友看 有另外一个想法 于是这一张图 这本书呢 就变得厚度就会非常的宽广 大块渲染细细叠色 这位白鸟画家 一一十朵高山流水 深处里的极光遍雨 变成画质上的光影色彩 让读者细细品来 能够生理其间 观众朋友有没有看过 《奇迹男孩》这部电影呢 剧情描述一位男孩 他因为天生脸部有残缺 度年来不断地进出医院 经过十多次 大大小小的手术之后 才能够跟正常人一样 有身体机能 并且结束了自学生活 进入学校上学 面对同学一样的眼光 他用行动来证明 自己没有跟其他人不一样 也让别人来懂得 欣赏他的内在美 而相当励志的电影情节 最近也在乌克兰真实上演 而乌战争这个战火 迟迟没有办法落幕 在乌克兰西部的大城市 利维夫 有一名八岁的小男孩 他在一场空袭当中 倖存下来 但是全身有高达80%的烧烫伤 经过医疗团队努力的救治 捡回了一命 后来他重返了校园之后 还参加了儿童国标舞大赛 拿下了第一名 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成为战火之下的奇迹男孩 国标舞人人能学人人能跳 但对乌克兰八岁的小男孩来说 已经生离死别 战火下全身有80%的烧烫伤 还必须穿着压力仪上场 接受全场眼光 失去母亲的罗曼被送往德国 德勒斯登的烧烫伤医学中心救治 经过31场手术总算减回一命 上课铃声响起住院两个月后 罗曼重返利维夫校园 除了一般课程 他还报名了能穿上华丽舞衣的舞蹈社团 在比赛会场大秀挺拔舞姿 罗曼和舞伴展现各种舞技 最后在当地的儿童国标舞大赛拿下第一名 虽然仍需定期返回 德勒斯登持续治疗才能完全康复 父亲也表示 罗曼因心理创伤还没准备好开口对外受访 只盼接下来的疗程都能顺利完成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 另外这部电影描述六个儿童癌症 儿童家庭的故事 剧情围绕在每个孩子都想要活下去 是知名导演魏德胜的新作品 导演就期待这部影片 能够给正在生病当中的大小朋友 有更多的能量还有勇气 一起来面对人生的挑战 而在台北大直有一家电影院 有写癌病友的家属 特别包场来响应公益行动 要感谢当时有许多网友捐血的帮助 也要呼吁更多人要关注相关的医疗议题 816号病房里六位癌症儿童的感人故事 剧情灵感来自于2003年 魏德胜导演替大爱台拍摄 记录短片 访谈一位抗癌成功的少女 我问她说不会有那种真的受不了 就想说算了去当天使人这样 她说她愣了大概两三秒 她说我在进出癌症病房两次还是三次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不想活的孩子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真的觉得 哇原来他们是这样子想的 放音听里做无需席 现场观众看电影完全免费 由长期投身社会公益的生命工程教育学院包场 响应公益行动 我岳父之前也是因为血癌而往生 那在往生之前 我们常常会po现实动态 然后希望大家帮忙捐血 或是有时候需要大家的祝福跟打气 那我们收到大家很多的捐血的帮忙 还有这个打气的留言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之前爸爸他在就是需要书血的时候 医院有说在COVID-19之后 其实去捐血的人变少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邀请很多朋友来看电影 那大家可以对医疗议题更了解 那可能大家会愿意捐血 捐骨髓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捐赠给我之后 我到底恢复的如何 影片播映之后 邀请造血干细胞捐赠者 受证者分享他们的故事 延续电影传递的主旨 呼吁大家重视相关议题 我能够帮助一点就是帮助一点 我能够帮忙这个设计一些 也会帮忙设计一些 因为真太多也需要帮助了 我觉得 所以你会去建党 你会去建党 一定啊 电影故事背后呢 藏有洋葱 另外或许我们要对吴尾熊 留下同情的眼泪了 因为三年多前 澳洲发生了世纪野火 有六万多只吴尾熊死亡 受伤或者是无家可归 其实除了森林大火之外 还有传染病 砍伐林地等等 都让吴尾熊的棋息地 大大的缩小 更将他们推向濒临灭绝 同记还发现 二十多年来 澳洲昆士兰州的吴尾熊数量 已经减少了一半 而新南威尔斯州呢 甚至减少了六成以上 就怕再也见不到 他们可爱的模样 因此呢 有动保团体 要努力打造绿色走廊 把破碎的棋地 重新串联起来 避免吴尾熊 无辜遭到陆杀 或者是其他的无望之灾 残聚在树梢 享受阳光和大餐 高高在上的人生 看似愜意 其实却跟凡人一样 有苦说不出 努力种树打造绿色走廊 将破碎的棋地重新串联起来 因为澳洲的可爱看板动物 如今已是冰为物种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2001年以来 昆士兰州的无畏熊数量 已经减少了50% 在新南威尔斯州 甚至已经减少了62% 最大的威胁除了野火 就属伐木和开垦 所造成的栖息地丧失 预计到2050年 无畏熊将在新南威尔斯的野外灭绝 班加洛无畏熊保育协会 2019年成立以来 已种下超过33万6千棵树 目标在2025年 完成50万棵树的绿色走廊 为无畏熊铺一条 通往美好未来的路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感谢您的加入 想要掌握更多的新闻讯息 或者是暖心的故事 敬请锁定晚间七点播出的 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